我們來看到國外的原住民族權益 23號美國最高法院是對美國原住民納瓦霍族保留區的水權案裁定敗訴 聯邦最高法院是以5比4認定聯邦政府並無積極採取行動的義務 理由是條約沒有規定具體的行為義務 而這項決定也讓在西部原本就遭受干旱所苦的科羅拉多河 要獲得足夠的用水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1868年美國原住民納瓦霍族就和美國聯邦政府締結和平條約 條約中就規定了在納瓦霍保留區的部落擁有使用水資源的權利 不過要如何使用並分配水資源條文中沒有具體規劃 等於是看得到卻用不到 於是他們就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確認聯邦政府有積極的義務 而亞利桑那等幾個州就認為水權分配與他們的權利有關 所以也都參與了訴訟 最後聯邦的最高法院是以5比4認定聯邦政府並無積極採取行動的義務 理由是條約沒有規定具體的行為義務 或是要等到聯邦另外訂定具體的法規來落實 然而在沒有具體法規之前 法院是無法要求聯邦政府要有任何行動 公司 公司 郭 Toyota OK